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這個圖是各邊長都是2的四角錐 這個邊長都是2 H為頂點1 H是頂點1在底面的投影點 M是什麼呢?是AB的終點 所以這兩段一樣 且側面這個ABE 側面ABE 與底面這個ABCD 所形成的兩面角是SHIT 那麼第一個 它要你說明 角1MH是等於兩面角SHIT 第二個 它要你計算COS的SHIT等於多少 首先 這個角AMH是等於兩面角的話 我就要證明什麼呢? 證明說 EM跟AB互相垂直 還有什麼? HM跟AB互相垂直就可以了 那這怎麼證明? 首先我們看 這個投影點下來的話 是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 ABCD 它的幾個中心 也就是說 它到達四個角的距離都一樣 四個角的距離都一樣 四個點 四個頂點的距離都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討論 這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 H AB 這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為什麼? 因為這個底面 底面 ABCD 它投影點H 剛好就是兩對角線的焦點 這焦點也是兩對角線的終點 所以這個距離跟這個距離是一樣的 這是H 這兩個距離一樣 所以這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所以你現在要做什麼呢? 做那個 做那個呢? 平溫線 做平溫線也是什麼呢? 也是垂線 因為什麼? 因為等腰三角形 你做垂線的話 就是垂直平溫線 這是M 那因為他說什麼? 他說M是AB的終點 所以呢 這一條線 它什麼呢? 它是平溫線 那平溫線也會是垂線 因為這一邊跟這邊一樣 這一邊跟這邊一樣 這是共邊嘛 所以這兩個三角形就全等了 那所以這兩個角度一樣 那是180 所以這是90度 那我就證明了說 HM 跟AB是垂直的 就是HM 跟AB是互相垂直的 然後再來一樣 這個也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嘛 這是E AE 等腰三角形 那這終點嘛 那我連接起來的話 這兩邊一樣 這邊一樣 這共邊 所以這兩個三角形全等 所以這兩個三角一樣 所以這兩個三角一樣 因為加起來180 所以這個分別都是90度 所以這證明說 這一個跟這個 是互相垂直的 也就是說 EM垂直的AB 那根據那個兩面角的定義嘛 所以腳E M H 就是兩面角 這就是膝蓋 那我現在要求這個cos的膝蓋 cos的膝蓋 cos的膝蓋現在等於多少呢 因為這是直角嘛 因為這是垂線的 這是直角嘛 所以這個cos的膝蓋算有等於多少 算就等於M H 那除以多少 就是那個0邊嘛 那除以斜邊 斜邊是EM的 好那現在呢 這個 那個 HM等多少 HM等多少 因為齁 這個邊齁 是剛剛我把那個插掉 這個是一個邊長都是2的正方形 好 這樣我們剛剛說這是AB CD嘛 這是一個正方形 那對角線喔 這個畫對角線的話 這個膝蓋就是H嘛 好 那這長度是2跟他2嘛 一半 所以對不對 這2跟他2嘛 那一半的話就是多少呢 就是跟他2 這也是跟他2 也就是跟他2啊 這也是跟他2啊 這也是跟他2 這也是跟他2 好啊 所以呢 這個AB齁 AB長度是2 這個長度是2 所以 所以這是1啊 這是1啊 因為AB長度是2 所以 我就小的說 小的說 小的說 這個 HM 跟他2 這是1 所以HM 用B編電bu 就等於跟他通常呢 跟他2的均他2嘛 減掉1的均他 所以這等於1 跟他1 這是1 1跟他2 所以就是1 所以我們會曉得 Hm是等於1 不過事實上不用這麼麻煩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一個正方形 所以的話 這個糖度跟這個長度一樣 剛好一半 因為這是終點 所以這是2 所以這個當然是等於1 所以剛剛那個的話 實在有點脫褲子晃屁 所以Hm的話 是等於1 那em呢? em這個就是那個 因為這個邊長都是2 正三角形的高 正三角形的高 這個高的話就等於多少 這個高就等於2 乘以360度 2乘以360度 2分是根號3 所以這是等於根號3 所以這根號3分之1 也就是3分之根號3 3分之根號3 所以答案是等於多少 根號3分之1 答案是根號3分之1 或3分之根號3也可以 至於3分之1 至於3分之1 至於3分之1